好 那么我们测旋球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来判断拍面变化 第二点 非常实用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接触到球 你看它带住球以后 它是向前摩擦的 还是向下摩擦的 我站在对面发两个 大家看一下 好 我现在发了 你看它带住球以后 它是向下摩擦的 这就明显是一个下旋球 你看 我发慢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接触到球的时候 它是向下用力的 所以这个球它肯定是一个侧下旋 那么如果说 它接触到球的时候 它是向上摩擦的 碰到球以后 手指手腕 你看它有一个向上转 或者是向前转的过程 你看 并且把拍形立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拍形是完全立起来的 它不是平着的 所以呢 你在接发球的时候 当我们判断出来 它接触到球这一瞬间 它带住球是向上走的 我还是向下走的 我还是向下走的 是这样走的 还是这样走的 这样走的 我再说一下 它大致上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什么 向下用力 这种 第二种是什么 拍形立起来 向前用力 或向上用力 向上用力 向上 向前 向下 你看它带住球以后 通过它的拍面 通过它带球的角度 你来判断一下 好 我现在来发一个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侧下还是侧上 是侧下 对的 是一个侧下 为什么是侧下 因为它从引拍到出球的时候 它这一瞬间的劲儿 你看 我是怎么样 拍形相对平一点 然后我向下用的力 这个气 向下用的力 你看 看 向下 向下 它是这样走的 那如果上拳 大家看看我的运行轨迹 它是这样 你看它明显是向前的 你注意它接触到球的时候 它的前臂向前 前臂向下 前臂向前 前臂向下 在这一瞬间 你通过它接触到球的时候 它的位置往哪走 这就明显是一个侧下 这个明显是一个侧上 为什么 因为它前臂往前走的 前臂往上走的 那你当你判断出来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犹豫 因为我反复讲了这个问题 你要是犹豫 那么判断就是无效的 就等于没有判断 所以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 你判断出来 即使你错了也没关系 你先直发球的情况下 你先把这个球打简单一点 不要打太复杂了 比如说侧下我就搓 或者侧下我就拉 侧上我就打 一共就这两种 一共就这两种 好不好 那么当对方来球以后呢 如果说他发侧上 我把这个拍子拿起来向前赢 如果他发侧下 我把这个球摩擦起来 就这两种 要不去打 要不去拉 如果你这里犹豫 我是搓呢 我还是拉呢 我还是打呢 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就容易出现犹豫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呢 把这个事情打简单一点 就不要犹豫 要是拉的话 我就果断的进行摩擦 判断出侧下 我第一个 接下旋容易失误的点 是不是下网 接上旋容易失误的点 是不是出界 就这两点 一个是容易下网 一个是容易出界 那你就要想 如果说侧下旋的时候 我怎么样能避免他下网 侧上旋的时候 我怎么能避免他出界 我得想明白这两点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来球以后 我们如果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戳要打都是在犹豫的状态 那么这个球 你的判断其实就是无效的